美国的部分就是 它从2022年的3月首度升息以来 其实总共升了425个基点 所以等于就是17码 把利率从0到0.25拉到4.25到4.5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快的速度 那当然我看联准会其实它在12月 就是2022最后一次的这个利率会议上面 就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些迹象 认为2023年就是还是会再继续升息 可是好像幅度会放缓 是有这样的情况 Over the course of the year Financial conditions have tightened significantly in response to our policy actions Financial conditions fluctuate in the short term in response to many factors But it is important that over time they reflect the policy restraint that we're putting in place to return inflation to 2 percent We are seeing the effects on demand in the most interest-sensitive sectors of the economy such as housing It will take time however for the full effects of monetary restraint to be realized especially on inflation In light of the cumulative tightening of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lags with which monetary policy affects economic activity and inflation the committee decided to raise interest rates by 50 basis points today a step down from the 75 basis point pace seen over the previous four meetings of course 50 basis points is still a historically large increase and we still have some ways to go 其实在这次的会议当中 鲍尔他放出来的讯息 其实是蛮多的 蛮复杂的 当然他跟大家所预期的 相近的就是 他认为可能到了今年 他的这个升息的脚步 会放慢 放慢的意思可能是 也许不会再升三马了 可能二月三月大概升两马了 升一马 或者连续两马 可是他始终他对于 到底他目前美国的物价 是不是受到控制 他始终没有很肯定的 一个答复 他不断强调就是 他必须要让利率升到一个 具有限制性的能力的 这个水准 他才会停下他升息的脚步 可是呢 目前他说利率已经进到了 有限制性的这个区域当中去了 可是还不够 所以这个时候他还会要继续的 让利率持续上升 上升到他认为限制性足够的时候 但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没有人知道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他不断强调就是 尽管美国的通货膨胀率 略有回降 可是他发现 美国劳动市场 还是过热 美国的劳动市场的供求 还是严重的不平凡 除了一段时间 除了一段时间 在务动市场上升 价格上升 by an average of 272,000 jobs per month over the last three months. Although job vacancies have moved below their highs and the pace of job gains has slowed from earlier in the year, the labour market continues to be out of balance with demand substantially exceeding the supply of available workers. 這個飽動市場是一個很強的 一個供不應求的現象 所以這個部分就會繼續在拉動 它的通膨上升 所以它並沒有鬆口說它 什麼時候會停止升息 當然更不會 不可能講到它什麼時候會降息 因為我有看這個 有一些數據 所以從聯準會他們那時候 公佈的數據當中 是不是可以看出來一些跡象 就是在9月的時候預測 就是GDP會有0.2 可是它其實是往上的到0.5 然後這個失業率的部分 失業率又往下降 其實這樣是不太好的 那代表說他們還是太強勁了 然後在PCE 就是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 就是他們聯準會最關切的部分 其實升息這麼多次 結果它還往上調 往上調 核心的也是 所以代表其實升息的效果 不如他們想像中那麼好 那利率的部分 它是維持4.4 那可是2023 就是在今年的預測的部分 經濟成長率其實是下修非常多 甚至0.5 那在失業率的部分呢 活動市場在減弱 所以失業率是往上的 那在PCE的部分 就還是一樣往上 其實這代表不好 就是升息這麼多 這代表它對於這個物價的 通貨膨脹的預期呢 它認為9月的預期是偏低了 還要更提高一點 就表示它對於通貨膨脹的走勢 它不像過去 它比過去更加悲觀 那像在利率的部分 它認為還要再往上跳 所以等於是比它預測 它認為還要再多0.7 其實就是將近3碼 所以代表2023年至少 還有大概3碼左右 必須還要再往上升 對 所以你從這邊可以看到就是 它對於目前狀況的掌握 還不是很準確 它從9月到12月 三個月之內 它發現它過去的展望 還是太樂觀了 它現在變得比較悲觀一點 所以它開始修正 但是這樣的修正呢 到了2月會不會再修正 沒有人知道 因為它看現實情況而定 所以在現實情況之下呢 到底是不是會 如它這邊所預測的 這樣的這個幅度調整 其實誰都不知道 所以現在是一個且戰且走的狀態 就是它現在 雖然把它的預期的 這個聯邦利率的水準 都往上提高了 但這個提高夠不夠 還不遲到 所以 今年 升三碼也許還不夠 所以要到2月 再繼續觀察 我認為 我認為 retail sales and employment numbers are backing up what the Fed has been doing retail sales came in weaker than anticipated which is showing that the consumer is having an effect because of higher interest rates because of concerns with inflation etc. that we are seeing a softening of economic data I also think that as we proceed with a higher interest rate environment that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are laying off individuals and as a result we are likely to see an uptick in the unemployment rate 所以像老師過去常常提到 就是聯準會觀察的 就是失業率的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通膨率 所以到時候 要再升級多少 就是要觀察這兩個指標 還有就是它的 經濟成長率 它的經濟成長率呢 大家都說 美國經濟可能 今年要衰退了 明年也衰退 但是聯準會還是比較樂觀 他說 沒有到衰退的地步 今年明年 都還是震的0.5 所以美國經濟沒有衰退 那失業率呢 它這個失業率 可能會升高一點點 但是升得不夠 所以表示呢 美國經濟還能夠承受 進一步的升息 所以代表其實聯準會在於 他們的經濟支撐的部分 還是比較偏向樂觀一點點 我們這樣說好了 就是聯準會 從去年到現在 一直都是偏向樂觀 所以它每次修正 都是往悲觀這邊修正一點 還沒有說往樂觀的方向修正 就是 基本上它每次的預估 都是保守的預估 而實際上的情況 都跟它的預估不太一樣 好像我看到2024 其實它的利率的部分 就往下調了大概 就是1% 就是大概4碼左右 所以是我們可以說 這樣代表它認為 2024的經濟的狀況 需要以降息來支撐嗎 不然它幹嘛要降息呢 它如果它預測就是 通貨膨脹率呢 到了2024年已經降到2.5了 它會認為就是 應該那個時候呢 它的目標應該達成了 它就可以降息了 不過現在距離2024還蠻遠的 我們今年在1月 所以還有一年的時間去觀察 所以我認為它連三個月之後看不準 你不要說它一年之後的觀察如何 但還要看全球的整體形勢的變化 如果像我們剛剛講 全球今天最大的變數 如果是中國解封 假的真的它帶了一個非常強大的一個 正面的衝擊的話 它可能會使得美國通貨率呢 會突然往上耀身 所以變成是我們還是要觀察 就是中國大陸它 下一步的發展是怎麼樣 就是下個月 1月 2月 就是可能就是這個春節過完之後 對 春節過完之後 2月的數據就可以看得出來 對 這個就比較明顯 所以2月的時候看1月的數字 可是在美國的經濟成長率 或者是它通貨率的反應上面 還不會那麼快嗎 它可能還是需要一些時間 對 春老師可以看得出來說 2024的時候一定會降息嗎 不一定 不一定 我就說你要看聯準會的預測的話 你看三個月都不見得很可靠 對 每次三個月都差很多 看一年兩年那真的是太高過它們了 像我看到還有在這個利率點證圖的部分 其實它就是去年其實就是在4.4 4.5 那像它這一次的預測 就是多數人會認為說會到5到5.25 那也有一些人會認為說到5.75這麼多 所以其實到時候還是要看聯準會 他觀察的幾個數據才會知道說 2023年的落點會在哪裡 這就是聯準會的決策模式了 他全都是一個多數決 對 就是他把這12個委員放在一起 然後大家各書幾件 然後最後就大家投票 決定將來怎麼樣 所以這樣的多數決 到底會有多高的準確性我是懷疑的 我不認為多數決是一個在這個時候最好的判斷方式 先生老師雖然這個聯準會它的那個率率決策 通常不是這麼的能夠看長期 多好就是看眼前 那我們可以說2024其實降息的幾率比較高嗎 如果以目前看起來的話 我目前還看不準 因為如果真的到了今年2 3月 它升息完之後它就不再升息的話 那下一步當然就是降息了 但是如果到了那個時候 它發現它不升息 通膨又惡化了 它可能要繼續升息 那降息就遙遙無期了 那如果我們不要看那麼長 是看因為聯準會2023的這個 利率決策會議的時間表已經出來 那最近這一次就是 美國時間的1月31跟2月1號 對台灣時間2月1號2號 那老師覺得這一次他們會升息幾碼嗎 目前當然按照這個包爾的說法 大家的推測 大家估計大概是要2碼左右 所以2碼如果以他們認為說 今年還要再升3碼 那後面還升1碼 可是其實很不確定性很高 因為後面有很多變數 所以老師覺得這一次可能就是升2碼 我們在中間攝影棚全天候都是用水神 空間比較大可以使用的是 這組大概是8坪左右 那麼如果說空間比較小 2到3坪左右或在車上 可以看到正是一個比較迷你的水神 霧化器在車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來到快點購買 送水神一舉兩得